家中的長輩之間都愛於面子的問題 那很多時候心裡都是關心家人 但是那個愛就是說不出口 反而就是口是心非 說一些很尖銳的話 在跟對方去對話 那明明心裡都很關心對方 那該怎麼樣 會比較好 就是我們有個就是潛意識當中 我們都是我自己也是一樣的 以前以為自己多厲害 我可以改變別人 我可以改變我的父母 我可以改變我的兄弟姐妹 我可以改變誰誰誰 我可以改變員工 其實這些都是錯誤 我們不管你多會講道理 多知道東西 任何東西就是現在慢慢覺悟掉 第一個你要改變是改變自己的心態 就是比方說他們先上科普的語言 在你眼裡變成是好話 或是念經的概念 就是最少這些捐雙科普的話 不會影響到你的心理 所以我自己講過 就是他人之物不善我心 就是一定要學住這件事情 我以前也講過 就是他人罵你的時候 你不要聽進去的時候 你就不會那麼難過 我就是以前在榮總實習的時候 我有講過在精神科的時候 我一進去 因為精神科病房是這些都是鐵 就是鐵架 好像監獄一樣 要開兩道門 因為把精神病人跑出去 第一道門開了 第二道門再開進去的時候 我進去的時候 那些精神 就是有些精神病人說 哎 蒙古大夫來咯 他們就這樣大招呼地說 叫我蒙古大夫 然後護理長說 哎 不要亂講話 我就說沒關係沒關係 因為我知道他搞不清楚 西藏 蒙古 新疆是哪一個 因為知道我是西藏人 他們因為台灣很多人搞不清楚 很多人以為我是蒙古人 或是很多人就說 你是新疆人 你是新疆來的 所以地理就是不清楚的時候 所以我不怪他 如果就是我覺得 他怎麼罵我蒙古大夫 因為我知道蒙古大夫的意思是 就是沒有概念 醫生的概念 所以我被受傷 我就會覺得 你怎麼這樣子 所以意思是說 任何情境 就是以前我們精神科的老師講 就是說他有精神狀況 他已經在這個情境裡面 他罵你 或是他就是侮辱你的時候 如果你再跳進去罵他的時候 他已經有問題 相同你也有問題 就不要跳進情境去的概念 就是一定要覺悟的概念 人罵你的時候時 他是已經瘋了 他所有的語言 他所有的出來的東西 都是90%的 就是判斷 認知 全部都是錯誤的 人家已經有狀況了 然後人家罵你是 你罵到 然後你也跳進去罵回去 那不是事情越來越糟嗎 所以任何 就是任何想改變家人 想改變長輩 想改變任何事情 想改變你的對象 第一個要求 就是改變自己 改變自己的方法 就是多聽 從內心的聽 就是compassion compassion listening 就是意思是說從內心的 用慈悲的心 就算他罵出一些好的不好的話 或是有些尖酸刻薄的時候 覺得要同情心 好可憐 是不是他心裡有什麼壓力 或是有心裡不忙的時候 用compassion listening 就是意思是說 從慈悲心聽的時候 別人不管有多大的尖酸刻薄 你聽進去的時候不會受傷 就是你不會受到傷害 因為你慈悲心的去聽 你的心是帶著慈悲 你的心是帶著同理心 這樣的時候 他下一步再罵下去的時候 沒辦法 力道沒有那麼大 力道沒有大話的時候 用你的慈悲心的聽 跟感覺 感知來感化對方 因為你改變了 身邊的慢慢 就是這些長輩 上下 全部都會慢慢改變 你改變以後 你才會周邊的環境 跟著你改變 如果你沒有改變 你想改變別人 沒有門 所以佛陀 講了一句話 就是在系上 有個非常大的大師 中科法大師在講 就是你要度化別人之前 先度化自己 所以我們每天的功課 就是修煉 是要練自己 所以我在做預防醫學的時候 我們在推廣預防醫學之前 就是我們都是變成 預防醫學專家 我們都是變成在 預防醫學執行者的概念 我們每天執行走路 我們每天執行進行打坐 心靜下來 每天執行把大腦的情緒 垃圾排出去 每天就是盡量的大量喝水 可以走就走 然後每個禮拜 或是每一兩個禮拜 去戶外走一走 爬爬上 你自己執行啊 身邊人慢慢帶動起來 你的家人慢慢愛著跟你走路 你每天說叫別人愛要喝水 你自己不喝 怎麼可能啊 你自己再抽煉 叫別人戒煙 這合理嗎 不合理啊 所以就是任何東西 你要去家裡的改變 你家裡的所有的東西 改變 改變從自己內心開始 從自己改變 一定要學會聽 聽也是用聆聽的方式 聆聽的方式 compassion listen 就是一定要用慈悲心的聽 就是用同理心的聽 完全不一樣 聽有聽很多聽法 就是很多人以為聽 就是沒有在聽 也是一種聽法 聽是從內心的聽 然後感受到他的苦 感受到他的不耐方 感受到他所有東西 叫做compassion listening 就是意思是說慈悲心的聽 那境界不一樣 那聽到的時候 你可以改變很多chemistry 很多化學反應 完全不一樣